来看到中国大陆的H7N9禽流感疫情不断传出扩散 香港昨天晚间又在传出第三位境外移入的案例 患者是一名65岁男性 上星期他曾经出入深圳的传统市场 目前情况病危 从2013年的3月到现在 全中国大陆的H7N9禽流感已经传出有149例确诊病例 其中48人死亡 另外台湾也有两名境外移入案例 而香港的三名境外移入案例 目前已经有一人死亡 一例病危 H7N9的病例临床表现多半是严重的肺炎